猎王记下第十章 雅哈有七十个儿子在撒玛利亚 耶护写了一批信送到撒玛利亚 对耶斯列的首领、长老和雅哈众子的导师说 你们主人的儿子都在你们那里 你们也有战车、马匹、射防城和武器 那么这封信到达你们那里的时候 你们就要看看在你们主人的儿子中 哪一个是最好、最合适的 把他立在父亲的宝座上 你们又要为你们主人的家作战 他们就十分害怕 说,看啊,两个王尚且不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 我们又怎能站得住呢 于是内务长、市长、长老和雅哈众子的导师 送信给耶护说 我们是你的仆人 你吩咐我们的 我们都必照办 我们也不会立什么人做王 你看怎样好 我们就怎样做 于是耶护写第二封信给他们说 如果你们是归从我 听我的话的 就要把你们主人的儿子们的头颅取下 明天大约这个时候 带来耶斯列给我 那时王的七十个儿子 是住在抚养他们的城中的大臣那里 这信到达他们那里的时候 他们就拿住王的重子 把这七十人杀了 然后把他们的头放在盘子里 送到耶斯列耶护那里 有使者来告诉耶护说 王的重子的头送到了 他说 把他们分作两堆 放在城门口 直到早上 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耶护出来 站着对众民说 你们都是无罪的 看啊 是我自己背叛了我的主人 把他杀了 但这所有的人 又是谁急杀的呢 你们要知道 耶和华的话 就是耶和华所说攻击亚哈家的话 一句也没有落空 耶和华借着他的仆人 以利亚所说的话 他都做成了 于是 耶护击杀了亚哈家 在耶色列圣下的人 还有他所有的大臣 有关的人 祭司 没有一个给他存留 耶护动身 往撒玛利亚去 在路上 他经过牧羊人的伯埃及那里 他遇见了犹大王 亚哈谢的兄弟们 他说 你们是谁 他们说 我们是亚哈谢的兄弟 我们下来 要向王的众子 和太后的众子请安 他说 活住他们 他的手下就活住了他们 在伯埃及的坑边 杀了他们 一共是四十二个人 没有留下一人 他又从那里往前行 看见利甲的儿子 约拿达来迎接他 耶护向他请安 然后说 你的心对我忠诚 就像我的心 对你的心一样吗 约拿达说 是的 耶护说 如果是的话 伸出你的手来 他伸出他的手 耶护就把他拉上他的战车 耶护说 你和我一起去 看看我对耶和华的热忱 于是 用自己的战车 载他同去 他来到撒玛利亚 就击杀亚哈家 所有在撒玛利亚剩下的人 把他们完全消灭 正如耶和华 对以利亚所说的话 耶护集合众民 对他们说 从前亚哈信奉巴利 还算是少 耶护要信奉更多 现在 所有的巴利先知 所有信奉他的 和他所有的祭司 都要给我召来 不要走漏一人 因为 我要向巴利 献一个极大的祭 缺席的 必不得活 耶护用诡计这样行 是要除灭 所有信奉巴利的人 耶护又说 要为巴利 召开一个严肃会 于是众人宣告 召开大会 耶护派人走遍 以色列各地 所有信奉巴利的人 都来了 没有一个不来的 他们都进了巴利庙 以致巴利庙 从这边到那边 都塞满了人 耶护对掌管衣橱的说 把礼服拿出来 给所有拜巴利的人穿 他就把礼服拿出来 给他们穿上 耶护和利甲的儿子 约拿达 来到巴利的庙中 他对信奉巴利的人说 搜查看看 这里不要有信奉 耶和华的人 和你们同在一起 只可以有信奉 巴利的人 他们进去 献祭和献凡祭 耶护布置了 八十个人在外面 说 如果我带来交在你们手中的人 有一个从他们中间逃脱了 你们就要以命抵命 耶护献完了反计 就对卫兵和军长说 你们进去杀死他们 一个也不让他们出来 卫兵和军长 于是用刀击杀他们 又把他们的尸体抛出去 然后往巴利的城去了 他们又把巴利庙内的神柱 搬出去烧了 他们毁坏了巴利的神柱 又拆毁了巴利庙 作为厕所 直到今日 这样 耶护从以色列中 消灭了巴利 只是 耶护没有离弃尼巴的儿子 耶罗波安的罪 就是他使以色列人 陷于罪中的那些罪 敬拜在伯特利 和蛋的金牛毒 耶和华对耶护说 因为你办好了我看为正的事 照我的一切心意 对付雅哈家 你的子孙 要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 直到第四代 可是 耶护没有尽心 遵行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律法 离弃耶罗波安 使以色列人 陷于罪中的那些罪 在那些日子 耶和华开始削弱以色列 哈薛在以色列各处的边境 攻击他们 从约旦河以东 激烈的全地 迦德人 刘本人 和马拿西人之地 从靠近亚南河的亚罗尔起 至基列和巴山 耶护其余的事迹 和他所行的一切 以及他的一切英雄事迹 不是都写在 以色列诸王的年代志上吗? 耶护和他的祖先 同享安息 葬在撒玛利亚 他儿子约哈斯 接续他作王 耶护在撒玛利亚作王 统治以色列 共二十八年